各位心惊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俊 你有想过,你为什么会成为心理咨询师吗? 嗯,他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在因为有很多真实的案例 然后其实是时刻我们当下一些生活环境啊,大家的压力 然后心理,有一些心理方面的困惑 任何借由心理关系,打压对方的自信和人格 都是一种怀有目的的情感操控 这些案例写的都非常的接地气 然后我看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啊 这些事情真的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 对,大家可以从我们的沉睡花园里面 如果有这方面的困惑的时候 可以说不定能得到解答 那这部剧中这种各种案例的话 对你来说影响最深刻的事吗? 如果说要说影响最深刻的 肯定还是私生饭的这个问题 因为确实离我生活周围太接近了 其实生活中,尤其是2021年可能进步也挺多的 确实周围有些这样的困惑,老师有些跟车 或者是有些跟到酒店什么的 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吧 怎么说呢?这个确实 希望大家就不要做这些 特别影响到我们生活的事情 毕竟我们也需要一点空间 还有一些问题像PUA这些 一链损伤还有网络钢筋这些 其实多多少少 正好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 大家也可以从我们剧中看得到 应该我们是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的 其实林生这个角色 在专业上设计的细节都是和导演 还有当时还有一些编剧他们都做过一些专业的背调 一起来讨论的 因为专业上有些这个流程必须得规范 但是生活中我就是希望尽量把它设计的更加可爱一点 我希望某的每个角色他除了有专业上很专业的态度 很严谨的态度之外 他生活工作闲下之欲 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所以在和女主的相处模式以及跟少林的同事们的相处模式 都是一种很放松很自然的这种一种状态 对我不希望把它演得特别刻板 心态上可能成长吧 我觉得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这一年确实进步挺多的 然后遇到的各种问题或者事情也挺多的 我觉得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当时收藏过一句话 就当下遇到过很多的难题 在未来回过头来看其实都不值一提 今天我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道姜葱炒鸡 你今天穿大厨的衣服了 帅 哎呦我替 哎呦我替 你现在拍戏如果入境 工作连入阁 最开始把视频这么结束 就像拍成熟花园的时候 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 最累的时候 那段时间实在是挺累的 休息可能每天也没几个小时 最开始可能稍微有点不适应 因为会也会生病嘛 也会发炎啊什么的感冒 但是后来熬过去了 扛过去了 坚持下来了 就后面就慢慢的也就适应了 慢慢的变好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吧 就是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当时的话每天有事情 不一定有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又要去外地工作 因为之前接戏之前就接的一些工作 你必须得去完成 可能去外地飞回厦门 第二天又要拍戏 就两三个小时 也有 有的时候 看航班 千万让他别晚点 对 有没有和张普克船队 就是说 就适当的现场下来 就是想接着这个戏 就没有那种状况的影响 那段时间实在是没办法 因为接剧 那些工作是在剧之前就接的 你必须得去完成 然后后面像拍《安乐传》和逆风中间 可能也有几天吧 扎起来有几天 也没有太多 但是工作 可能那几天工作会少一点 但休息时间 就可能我会告诉团队 给我抽 抽个两三天 给我好好研究一下剧本 这样 不会太多 基本上都是工作 比如说拍戏的时候 就说 如果能够有场 特别重要的戏 你不会晚上会交入失眠 不会失眠 我不会失眠 反而第二天 如果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戏 我会 我会觉得很爽 赶快到第二天 我想赶紧去演那场戏 因为 因为重要的戏 让我反而会 反而会很开心 很想提前去到那一天 我不会焦虑 重要的戏 我有的时候会设计很多东西 挺好玩的一些反应调度 然后看看第二天 能不能够用得上 但演好那场重要的戏的时候 自己就是非常的满足 可能每部作品的话 就 有时候可以才好 这时候你会有心理做成 没办法吧 就是进人事 听天命有些东西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 作品 你当时 尽力了 努力的去完成每一场戏了 不留遗憾 就是最好的 其次就交给 市场 交给观众 交给反应 这些东西没有办法 你自己没有办法去预测 像每部作品播出之后 你会 就是 看吗 有些多难过 你会看 会看 当然 口碑当然是 有好又坏 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 当然有夸奖 有赞美 当然有批评 这每个人 心中都有 属于自己的一个 哈姆雷特 对 每个人对 角色的理解不一样 就自己尽力了 没有遗憾 就是最好的 像可能一些批评的声音 有点具体 会挺 好的 我会吸收 像那些无脑的批评 我置之不理 会影响心情 不要理他 你说不影响心情 那是不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只能尽量 去调整自己 不要影响到第二天的工作 不要影响自己的角色 就好了 目前好像没有 大人物作品上 你是对于电影 就能处于弱势比较谨慎 是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一定要慎接 看看吧 未来应该会有机会 但可能我觉得 目前对我来说 还不是最好的时机 我以后会接触的 最近我挺瘦的 这么多年最瘦的 没有什么受限的 因为我最近吃 除了碳水 可能吃的少一点 其他都没有受限制 油什么的都 炒菜也都在吃 不像之前 因为我也不知道 可能工作比较多吧 就没办法 这工作量太大了 就吃也没怎么长胖 对 没有什么受限的 如果给你放三天假 吃话 那就是 我放三天假 要看什么阶段 如果是要马上要进组了 那肯定是看剧本 如果是没有马上要进组 那我就想去自驾游 但最近没有什么个条件 没有这个条件 或者是回成都 见见家 见见父母 我要开始点餐了 给大家看一看 今天的锅 好酥肉来了 我的酥肉 因为我看之前 你入国就是 之前还发过一些 吃火锅的时候 最近一次 吃火锅在一个月前 哦对对对 不是一个月前 我忘了 最近一次吃火锅 是吃我生日直播完之后 吃火锅 去和大家一起吃了 炖火锅 因为我说你是成功了 我看你点火锅 就是点就非常贵 我告诉你 吃火锅必须得吃炖火 为什么 你要吃蔬菜的话 你必须得在白锅里面炖 不然的话 红锅太油了 少吃一点那个油 成都人的话 基本都是有 我成都人 为什么非得给成都人 订这个框框呢 我是成都人 我就要吃炖火 如果吃火锅的话 你必须必须 三个克 酥肉 贡菜 牛肉或者藕 很多菜我都会点 2021年 请三个月之后 请问你 2021年的 对付 我觉得 今年是我成长的一年 遇到了很多 经历了很多 然后成长了很多 放下来 放下一些包袱 对 我就大步勇敢地往前走 我觉得 我觉得工军 我相信工军一定没问题 我相信 我希望你别把舞相关 与酒 麻烦